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经意间就长成大树 可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当年种了五棵树 现在会怎么样 是不是会更过瘾 另外有一套房子 即使翻倍了 你也不能把它卖掉吧 其实你的住房不是投资 也不是你的资产 反而是你的负债 你要为他每月掏腰包付按揭 还没有租金收入 没有税务优惠 你就是他的奴隶 就所谓的房奴 而我们上次讲的 房地产的四种赚钱手段 对他都不受效 而从你的第二栋房子开始 他就是你的奴隶了 他会在我们上次讲的 第二三四层投资境界上 为你工作 他会用我们上次讲的 房地产的四种赚钱的手段 为你默默赚钱 你会讲一套房 就把我变成房奴了 怎么会有钱买五套呢 一般来讲 你能买一套就能买五套 今后我们专门讲怎么做到 如果当时即使买不起 现在也不一样了 如果你的房子翻了倍了 即使当初是按揭买的 现在你也应该有足够的钱 再买两到三套同样的房子 如果你当年花二十万首付 买了套一百万的房子 十年后的今天 它是二百万 那么抵押贷款 你可以从中拿到一百五十万 这一百五十万可以让你轻松的 再买三到四套二百万的房子了 下次我们来看看 房子刺客树是怎样生长的 也就是著名的七十原则 如果你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按右上角的三个点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在经济自由的路上 让我们结伴同行 谢谢